神兽金刚 在对抗 维护和平 正义在生长 难免遇上 困难和沮丧 神兽金刚 不再怕艰难 冲出地球 宇宙放光芒 用血肉绝绝 唤醒中国神兽 用中华之魂 召唤神兽金刚 吉林战斗 青龙战斗 白虎战斗 朱雀战斗 玄武战斗 金龙战斗 神兽隆敌 无敌的神兽金刚 用血肉绝绝 唤醒中国神兽 用中华之魂 召唤神兽金刚 神兽金刚 那么勇敢 那么的坚强 神兽金刚 守护着我们 不再怕黑暗 安慰地球 无敌神兽金刚 学名二怪不听命令 没把胡博士带回战舰 胡博士用计 让学名二怪 透露出他们的位置 神兽超人们 及时赶到 救走了胡博士 黑星机械兽 再次来到 长城科学院前 挑战超级无敌神兽金刚 但被超级无敌神兽金刚 打败了 大黑星将军 打得可真爽啊 就是 外太空来的黑星将军 虽然力量很强大 但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啊 你们可别骄傲自满啊 燕子 我觉得虚拟对战机 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是啊 虚拟对战机的训练 可以在实战中 发挥超强的作用 看来我的发明 还是很不错的 张力 我们俩一起训练吧 好啊 正好有一个对手 可以切磋切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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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铁面 大帝 我们又失败了 一群没用的东西 可我的背斗星王 我一定要破了你的封印 大帝 黑星将军虽然很厉害 但神兽金刚的力量 也是一次比一次强大 所以我们 铁面 我现在只能靠你了 你就帮我最后一次吧 最后一次 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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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这么急着找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啊 将军看上去 有点不对劲 别瞎说 将军 给我听清楚了 死也得给我去打 将军 您别生气嘛 我们只是担心 这样贸然地去攻打他们 会对我们不利的 是啊将军 我们应该等准备好了再去 闭嘴 我说去就去 将军 我们现在的力量 可比不上神术金刚哦 谁要再阻止我 就是这个下场 哎哟 超人剑术训练开始 好 麒麟超人变身 青龙超人变身 白虎超人变身 猪雀超人变身 玄武超人变身 阴龙超人变身 热虎超人变身 热虎超人变身 黑虎超人变身 八 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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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五 六 六 这几个孩子 让我看到了他们保护地球的决心 是多么的强烈 他们没有让我们失望 看 是铁面将军的战剑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今天我要踏平长城科学院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 千万不要轻敌 去 玄冥二怪 去给我消灭他们 不去 我就先灭了你们 吃开 一常猛 事IR 可此回 用作 你 废 将军 我来解决你们 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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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将军 上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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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这是将军吗 怎么会这样 铁面将军也骗起歇兽了 黑暗大帝最后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铁面将军亲自带队攻打长城科学院 一变后铁面机械兽能否击败超级无敌神兽金刚 更大的秘密将会在下集为您揭晓 敬请关注下一集铁面将军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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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